我的舅舅很精明 他让我给他养老 说把遗产都留给我 为了担心我想太多 他还当着我的面立了遗嘱 可是舅舅刚死 表姐就拿着另外一份遗嘱说遗产是他的 原来舅舅后面又重新立了一份新遗嘱 他享受着我的贴心的照顾 逼着我辞职贴身照顾他 为了遗产 我忍受着他各种无理的要求 可他却来这么一套 行 这一次 我让你们的算计都落空 舅舅再次拉着我的手 泪眼婆娑的让我给他养老的时候 我意识到我重生了 他脸上带着讨好的笑容 生怕我拒绝他 妃子 你别担心 你给舅舅养老 舅舅肯定不会亏待你的 你表姐算是个白眼狼 我也不指望他了 以后我的遗产都留给你 我妈赶紧在一旁说道 哥 哪能要你钱 妃子是你亲外甥 照顾你是应该的 你别说这些有的没的 你放心 有什么事我们肯定第一时间看你 我妈这算是委婉的拒绝了 可是我舅舅却还是步依不饶 亲兄弟名算账 我不会让妃子白照顾我的 遗产我说了 给他就给他 明天我就找人来立遗嘱 他大手一挥 潇洒得很 我看着面前的这一切 这一切是如此熟悉 像是做梦一般 上辈子 我们根本没有想要舅舅的遗产 可是舅舅为了得到更好的照顾 用遗产做幼儿 让我们全家同意给他养老 我们尽心尽力 可没想到他留了一手 又重新立了一份遗嘱给自己女儿 他在宴气前对亲戚们说 毕竟不是亲生的 他能做到这样已经可以了 我不怪他妈 模棱两可的绿茶话语 让人浮想连篇 于是乎 所有亲戚都觉得我们苛待了他 亲戚间本来就容易嫉妒 我突然得到舅舅的遗产 他们心里都不舒服 所以 当表姐拿着遗嘱出现的时候 所有的亲戚都站在了他那边 而他那份遗嘱日期比我们更靠后 他那份遗嘱才是能生效的那一份 那是我十年后再一次见到表姐 都说美丽国幸福 可是我没有从他脸上看到幸福 他变得尖酸刻薄 和我印象中的他完全不一样 我生气的和他理论 我想要的不多 我只想得到这么多年 我们照顾舅舅应该得到个钱 他说 这么些年 我一直都知道 你们在打我爸遗产的主意 我要的就是你们算盘落空 这么些年 你们还不知道怎么虐待我爸的呢 我没找你们算账都算好了 随后他把舅舅和他的聊天记录 展示给亲戚们看 原来 这么多年 舅舅一直和表姐有联系 他的内心其实一直都希望表姐回来 所以他总是对表姐说他过得不好 说我们对他不是真心的 只是为了他的财产 他的控诉中都是对我们的不满和怨恨 在舅舅的描述中 我们就是一个收了钱还苛待他的人 他这是生怕日后我们会打官司 和他女儿抢离产 一早就做好了准备 姑妈 我们毕竟是亲戚 我爸这件事我可以不追究你们 但是我没办法当这件事从来没发生过 以后就不要来往了 他把我们的东西全部都扔了出来 当场和我们断绝关系 亲戚们也因此纷纷远离我们 而我们照顾了舅舅快五年 这么多年 我们的积蓄就在一天天的柴米油盐中用光了 最后我们一家子只能进场打工 重新开始 我从来不觉得我苛待了他 为了更好地陪伴舅舅 我妈辞去了工作 后期舅舅并糊涂了 每天都吵着要见我 我为了好好照顾他也辞去了工作 到头来他说 我们毕竟不是亲生的 他亲生的女儿可是看都没看过他 当他躺在床上浑身沾满屎尿的时候 他女儿的朋友圈正在欧洲度假 在照顾舅舅的过程中 我们也劝过好多次 让舅舅把表姐叫回来 到时候把遗产交给表姐更合适 可他每一次严厉地拒绝 后来我们劝说的次数多了 他甚至说 反正我都把遗产给你了 你要不干脆辞职照顾我 就这样 一次次 他总是用遗嘱来诱惑我 道德绑架我 不过要是能拿到舅舅的遗产 我的工作确实没什么干的必要性 市区的一套房 还有几百万的存款 想到这些 什么刁难我都忍了 可是他千不该万不该 把我当孙子和傻子 舅舅此刻的眼神很和蔼 或许是没有依靠 他总是习惯去讨好人 可是我还是在他眼神里 看到了算计 那是一种把所有人 都玩弄手掌之间的自得 我笑着点了同意 我妈也没再继续说什么 从舅舅房子里出来的时候 我妈还是很犹豫 这件事会不会不太好 还是得跟你表姐说一声 免得她以后怨恨我们 我妈对我舅舅真的是很好 当初为了让我舅舅能上大学 我妈作为妹妹 年纪轻轻的的就打工去了 她从来没想过 占自己哥哥什么便宜 我自然是同意的 这件事不仅要让表姐知道 还得让所有亲戚们都知道 我立刻就给表姐打去了电话 因为时差的关系 她语气不太好 又有什么事 她不耐烦地打着哈欠 每次给她打电话 她都是如此 不管什么时间 她似乎总是很困 我只能耐着性子解释 了解 舅舅的病越来越严重了 她的身边需要人照顾 要是可以的话 你还是回来一趟吧 她的呼吸声很重 似是在压抑着木火 果然 下一秒她就爆发了 我说了多少遍了 我在国外很忙 我没有那么多时间 管家里的事情 反正你们也奠记着 老头子的财产 你们去照顾就行了 我打开外放 让母亲也能听到声音 母亲的脸色很难看 什么叫她们奠记财产 舅舅已经说了 明天就立一主 把财产留给我 你要是真的不回来了 那份遗嘱我就签了 我只是提前和你说清楚 那边一突然就沉默下来 梁九 她挂断了变化 我妈搞不懂我要做什么 我拉着她 又悄悄回了舅舅家 毫不意外 舅舅正在打电话 你是我亲生的 我的钱肯定都要有给你的 你又不回来 我总得找人照顾我 放心吧 等骗过他们 我会重新给你再立一份遗嘱的 爸打听过了 后面的遗嘱才是有效的 他们不就是想要我的财产 我还能误动他们 到时候他们什么都得不到的 我分得轻轻重 你爸还不是傻子 短短几句话 把我妈震惊的话都说不出来 她也是个聪明人 一下子就想明白了一切 她生气的撸起袖子 就想进去理论 但对我拦住了 妈 现在不着急 第二天 我把我舅舅这边所有的亲戚 都通知一遍 舅舅看着满屋子的人 脸色不是很好 你把这么多人都叫过来干什么 当然是讨论舅你的养老问题 咱们家人这么多 你想找人养老 也可以多考虑考虑其他人 我把舅舅准备把遗产赠予 给他养老的人这件事一说 大家一下子就激动起来 每个人都贪婪的睁着眼睛 愿愿意试 想要被选中 场面看起来像是近拍一样 舅舅为难的看着大家 委婉的拒绝道 多谢大家好心了 但妃子毕竟是我亲外甥 我这做舅舅的 肯定是优先要考虑他的 他的话说得很巧妙 话里话外都显得 他做这个决定很为难 是因为我是他外甥 他担心我记恨才不得已的选择 这轻易的就挑唆起了 大家对我的嫉妒 他的资产算下来 也得有五百万 普通人一辈子都挣不到 我笑了想 装作毫不在意的样子 我想让大家意识到 只要舅舅想 他的财产可以给任何人 他们要怪 就只能怪我这个舅舅 别呀 舅舅 你不用优先考虑我的 你能得到好的照顾就行 什么财产不财产的 我们压根就不在意 我看阿龙就不错 你要不也考虑好压龙 于震龙是舅妈那边的亲戚 也是他的亲侄子 文言 他感激地看向我 舅舅的笑却再也挖不住了 阿龙什么德行 他清楚 好毒 还粗心 要是他来照顾 他死得就快了 不了吧 还是你来吧 我和你妈毕竟是亲兄妹 他肯定也不愿意 我把财产给其他人 这话再次把火力引到了我家 什么叫我妈不愿意 舅舅这些亲戚 大多数都是农村人 每个人都想要占便宜 这种非一产的事情 他们是无理都要闹三分的人 妹夫这话说的就不对了 阿龙怎么着也是你亲侄子 你就算心疼你妹妹 怎么也得给你侄子留一份 他们休想独占 舅舅的大舅子 恶狠狠地盯着我们 一副随时要和我们干架式的阵仗 我轻笑一声 默默掏出电话 别呀 舅舅 现在你的养老是最重要的 不要管跟谁关系近关系远 你相信谁你就选谁 我和我妈都不会有任何意见 说着 我再次拨通了表姐的电话 让她帮忙一起做决定 表姐 这件事你怎么看 这毕竟是你亲爸 上辈子 在照顾舅舅这件事上 表姐总是给出模棱两可的答案 最后什么便宜他都占了 还要倒打一耙 今天我就要让所有人都知道 是他自己放弃的 我做了一个晋升的动作 舅舅的遗产你是否要自愿放弃 他轻了一声 我继续追问 表姐 现在所有的亲戚都在这里 既然你选择放弃财产继承 那你就在所有的亲戚中 选择你相信的 可以照顾舅舅的人吧 表姐很显然不知道 我会把亲戚们都叫过来 支支吾吾的不肯正面回答 表姐 这关乎你的父亲 你需要郑重做出选择 当然如果你还是想继承舅舅舅的财产 你可以选择回国照顾他 我们都很乐意 是啊 姐 实在不行 你让我们所有亲戚轮流照顾也行 到时候财产我们每家都分一点 余震楼忍不住插嘴道 这话一出 表姐再也不能糊弄下去了 一旦让所有亲戚都参与进来 他到时候继承财产的困难就增加了很多 最后他咬咬牙 选了一个软柿子 我家就是他眼里的那个软柿子 不是因为我们家的人懦弱 只是因为我们顾及亲戚 我选公花家 不过丑话说在前头 你们要是对我爸不好 别怪我不顾念亲戚之间的勤奋 我一直冷笑着 对于表姐这种白眼狼 让他一无所有就是最好的报复 行 既然话都说到这里了 那我就找律师和舅舅签订协议了 表姐不要忘记了 这财产是你自愿放弃的 知道了 我还有事先挂了 说完 我看向舅舅 温和的再次询问了舅舅林姐 舅舅 当初你也答应了我要跟我亲戚一百 我正做你不会生气吧 舅舅拼命挤出笑容 但是笑得很牵强 在他的认知里 他可以给 但是我们不能主动要 现在我主动提出这件事 他对我很不满 但是我不在乎 现在除了我 他没有可以信任的人了 当然 其他亲戚都没有被选中 纷纷叹气 看我的眼神充满嫉妒 舅舅赶紧安慰他们 大家都是亲戚 不要生气 我这也是没办法 既然如此 那我们签约吧 我叫的律师一早就等在外面 接到我的通知 立刻敲门走了进来 舅舅不可置信地看向我 怎么了舅舅 你现在要是想反悔的话 我们也没什么意见 我看到舅舅憋了一口气 想说什么 最后还是掏出手机 滚得容易进了房间里 过了几分钟之后 他如是重负地走了出来 我是你舅舅 我还能骗你不成 你这孩子也是太心急 既然你这么迫不及待地 想签协议 那就签吧 这话一出 亲戚再次纷纷看向我 他们也清楚 一旦这个协议签了 他们也就没机会了 妃子 你这确实太心急了 都是一家人 还签什么协议不协议的 我看你这是钻钱眼里 放本了 我不接他们的茶 只是让律师赶紧把协议拿出来 这是一份一赠扶养协议 我给你简单介绍一下这协议吧 一赠扶养协议是一种平等 有偿和互为权力义务关系的 民事法律关系 不用了 既然是我外甥已定的 我也不看了 你直接告诉我要在哪里签字吧 舅舅霸气的打断律师的话 拿起签字笔 洋洋洒洒 签下了自己的大名 我只觉得好笑 肯定是警方又确定了一下 一种后期可以重立 他才能放心吧 签完了 舅舅还忍不住继续阴仰我 他笑呵呵道 外甥 我这协议也签了 这下你愿意仰我了吧 我收好协议 也换上笑脸 这是自然 亲兄弟名算账 这些事情弄清楚了 我以后才能心无旁骛的照顾舅呀 协议已签 亲戚们也都散去 安顿好舅舅之后 我也准备回去 走的时候 我故意站在大门多停留了一下 果然 舅舅又给表姐打去了电话 本来我还想留点钱给他们的 可是他们居然让我签洋往协议 我是一分钱也不会给他们了 明天我就去找律师 重新立一份遗嘱 这是他们自找的 我站在门外 嘴角忍不住勾起 他怕是不知道 什么是移赠抚养协议到底吧 移赠抚养协议和遗嘱不一样 遗嘱可以随时变更 或者撤销重新再立 不需要其他人同意 而移赠抚养协议 是在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建立 如果需要解除或者撤销 必须双方都同意才行 而且 移赠抚养协议法律效力高于遗嘱 就算后期再立遗嘱 移赠抚养协议依旧是有效的 上一辈子 我不懂这一点 所以才被舅舅和表姐来了那么一手 后来我特意去了解了相关法律 未来 即使我那个好表姐拿着遗嘱回家 她也什么都得不到 想到这 我上辈子的堵在心口的那口气 才可以缓解 我每滋滋找了几个朋友 聚在一起吃烧烤 上辈子 我把全部精力都放在照顾舅上面 工作没了之后 每个月的生活费也是捉襟见肘 我一口气直接点了两箱啤酒 酒过三巡之后 朋友们搭着舌头和我吐槽 飞哥你运气是真好 你那表姐也是真拎不清 国外就那么好 自己老爹都不管 另外一个朋友也愤愤地拿出手机附和 崇洋媚外 要我说咱们国家不比那国外好 你看我这朋友 天天发在国外有多幸福 实际上每天都在洗盘子 为了拿到永居证 还嫁了年纪大的酒鬼 我扫一眼那人朋友圈的相册 看到了一个熟悉的人 我弟表姐 这世界还真是小 想了想 我让朋友把那联系方式推给了我 我准备用小号加卡 了解一下我表姐的现状 按我舅舅说的 他在外面会得也差 怎么也不至于对我那么绝情 我连夜注册了一个小号 第二天的人就通过了我的好友申请 我翻看了一下他的朋友圈 我表姐看起来似乎跟他很熟 我表姐好歹也是在那边上了几年大学 怎么会跟一个刷盘子的人混得这么熟 除非他现在也在刷盘子 跟他套近乎之后 我侧面打听了一下 好家伙 没想到我的表姐 居然连正式工作都没有 他甚至连毕业证都没有拿到 他夺的是医学专业 经常用医院忙拒绝回家 舅舅也认为国外的医生 比国内的医生待遇好 所以他不想耽误他的前程 搞了半天 表姐居然在外面刷盘子 难怪他不愿意回来呢 舅舅对他寄予厚望 家里人都认为他有出息 他回来了之后没有文凭 找到工作 与其回家被人嘲笑 他肯定宁愿留在国外 想到这一点 他经常如此 一会想吃燕窝 一会想喝手磨咖啡 使劲折腾我 如果是我表姐照顾他 他绝对不会这样去折腾人 谁让我是冤大头呢 我打开门 舅舅正好从房间里出来了 他笑着说 我想吃成男那家的烤鱼 要辣口的 那家店没有外卖 我只能跑一趟打包回来 舅舅 你的病刚好 要少吃辣 我其实不想管他 但是既然签了协议 该进的义务 还是得走个流程的 舅舅果然不开心地沉下了脸 你要是不想去 那我就先饿着吧 我无奈地勾了勾嘴角 上辈子他想吃 我阻止了他 他就对亲戚们说 我总是不让他吃他想吃的 这辈子 他愿意怎么折腾 就怎么折腾吧 我把麻辣口味的烤鱼 带回来的时候 已经快凌晨 舅舅也还没睡 一股脑把一个烤鱼全给吃了 果然半夜的时候 他就开始喊肚子疼 给我折腾一宿 我想总这样也不是个事 他现在无所事事 所有的精力 就会放在折腾我这件事上 今天和这个舞伴出去唱歌 明天和那个舞伴去宾馆 不用为生活发愁 自然玩意也化 我的娇妈前几年就去世了 舅舅性格比较内向 平时不爱和人走得太近 也没什么朋友 平时他就喜欢待在家里 或者出去晒晒太阳 他腿脚不便 也有他懒得动的原因 想了想 我把舅舅推到了广场上 还安排一个老太主动和他搭讪 老太太有儿有女 老伴去世了 但是家里不同意他找另一半 舅舅刚开始很抗拒下楼和人聊天 但是没过几天 他开始每天催着我 推他下楼 有好几次他还主动让我离开 他单独出去玩 为了更好地出去玩 他甚至开始锻炼 他的精神肉眼可见地看着好了起来 整个人也神采奕奕的 看样子至少还能活十几年 这就有点逃离我的掌控了 我想要的 是让舅舅逐渐忘记他那个不孝顺的女儿 我可不想看他身体越来越好 我得想办法让他赶紧做死才行 在舅舅把那个女人带到家和我说 他想要结婚的时候 我知道时机到了 舅舅 他年轻的时候过得不好 当初和舅妈结婚 也只有几个亲戚到场 简单庆祝一下 而这个阿姨让舅舅感受到了 什么叫生活 舅妈很节俭 总是拦着这不让来 但不让花 舅舅这么多年来一直克制着自己 在阿姨的怂恿下 他现在是彻底放飞自我了 不过因为有协议在 他现在能动用的资金只有几十万 但这也足够他花了 我也不介意让这几十万花出去 比起上辈子的一无所有 我现在看得很开 而且有了上辈子的经验 我现在知道怎么挣钱 我在网上开了一个账户 每天在上面分享我照顾舅舅的日常 这个时候 直播还不太火 但我知道未来这会很火 所以我坚持每天直播舅舅的养老生活 粉丝也越来越多 现在我已经开始接一些广告推广 广告费很可观 表姐知道舅舅要结婚的时候 立刻就把电话打了过来 我看了看时间 这个点应该是他那边凌晨三点左右 这个时候他倒是不困了 平时我因为舅舅的急事找他的时候 他总是嫌我打扰他 我一接通 噼里啪啦的呵斥声就传了出来 你是怎么照顾我爸的 怎么还弄到要结婚了 你也真是的 老头子胡闹你也不管他一点 反正这婚事我不同意 你赶紧把这件事处理好了 否则我爸的财产你别想要了 表姐完全不给我反应的机会 拼命对着我输出 我也不恼火 他越是着急我就越开心 表姐 这话你就说不对了 那财产是舅舅的 这财产得谁舅舅说算 况且我也不是为了舅舅财产才照顾他的 否则我也不会让他找另一半了 舅舅这个年纪 开心最重要 就算他想把他的财产都给未来舅妈 我也支持 表姐想利用我挣财产 他最后再坐收鱼翁之力 不可能 他被气得喘着粗气 想反驳 但是不知道如何说 想了想 他只能想办法继续动摇我 你就真想财产落到外人手中 他现在花了可是你的钱 表姐这话说的 刚才你还说让舅舅不要把财产给我 现在又说是我的钱 哎 我不管你们了 反正舅舅我还是正常照顾 但是他想把钱给谁 那就是他的自由了 反正你也留在国外不准备回了 家里之事你就别操心了 说完我直接挂断了电话 话都说到这里了 我就不信他还坐得住 自从舅舅要结婚之后 两个人相处的是更无顾忌了 阿姨家里的晚辈 甚至还找不过几次 想让我阻止两个人 我说既然他们没领证 怎么开心怎么来呗 反正只要不领证 也侵害不了他们家的利益 文言 他们也不好继续阻止 只是结婚那天 他们没有通知他们那边的亲戚 表姐是在婚礼前一天赶回来的 一进家门 就对着舅舅发了好大一通脾气 爸 这婚事我不同意 一大把年纪了丢不丢人 你不嫌害臊 我还嫌害臊呢 舅舅一大把年纪了 被自己女儿说为老不尊 被气得捂着胸口喊疼 最后闹到了医院 未来舅妈看到表姐的低眼就很不开心 哟 白眼狼知道回来了 她瞅了一眼表姐的打扮 面与嘲讽 还说在国外混得好 我看也不过如此 表姐衣服的款式很老 国内的大妈都不穿这种款式了 这个未来舅妈的小心思我也知道 她是看中了我舅舅这套房子 虽然她现在还没舒服 儿女们同意领证 但是她有信心能让舅舅同意 表姐也不是个好惹的 仇人见面分外眼红 两人直接在医院打了起来 我在舅舅病床边照顾着 她刚一行 我就赶紧扶着她过去看两人打架 舅舅气性大 又把自己给气倒了 当天硬是折腾了一宿才算安宁 最后不知道舅舅说了什么 表姐总算是安静下来 第二天就是婚礼 勤奸早就发了出去 舅舅只能强撑的身体举办了婚礼 我没有怨言的忙前忙后 当然我也没有忘记 在我的社交账户里分享这些事情 看着粉丝数已经快接近十万 我很安心 结婚后 舅妈就搬进了舅舅的房子里 表姐看着属于自己的家 被别的女人霸占 三天两头和她闹 争吵不断 舅舅被吵得头疼不已 她已经让我去医院拿好几次药了 可笑的是 就算她女儿在家 她也还是大事小事 多来麻烦我 表姐也懒得管她 她现在忙得很 几乎是每隔一天 就会拿新的衣桌给舅舅 让舅舅重新欠 她就是怕自己的衣桌 哪一天被新的衣桌给代替了 毕竟上辈子 她就是这样拿走舅舅留给我的财产的 她全然不关心舅舅的身体 每天只想着出去玩 表姐 你好不容易回来一趟 舅舅的身体情况也要多上点心 她不屑地看着我笑 你都哄了我爸爸财产留给你了 我凭什么还要还 她忙着和老同学聚会 却要自己在国外的所见所闻 没人知道 她就是一个在等着的父亲去世 然后领遗产过活的人 她自己的父亲她都不在意 我又何必操心呢 我只需要做好表面功夫就行了 上辈子 我是真心把舅舅当我的亲人 我总是想让她身体好 活得时间长一点 可我得到的是什么呢 人家嫌弃我管得多 人家说我是为了财产 才故意折腾她 不让她吃好吃的 现在我都依着她 想吃肉 随她 反正高血压的又不是我 想抽烟 随她 反正整夜咳嗽 炒也不是我 我对她是极尽顺从 加上现在有了她不孝顺的女儿做对比 她更加对表姐不爽了 明明就是渴望着女儿回到身边的人 就会居然开始赶你而走了 你什么时候回美丽国 表姐听她太紧 她想要去领证都找不到时机 她躺在沙发上 怀里抱着一堆零食在看电视 她才三十多岁 身材走样的越来越严重了 可能是长期在美丽国吃垃圾食品的原因 她的身材甚至还比不过我烈心旧妈 舅舅愈发的嫌弃了 在外人口中 表姐是成功的精英 可是她看起来和精英真的差得太远了 有了二狂风 舅舅更是觉得她耽误了自己的二人世界 从舅舅结婚起 我被舅舅赶出去了 但是平时需要的照顾地方 她也宁少麻烦我 一日三餐我都亲自过去给她做好 拖她的福 因为厨艺我接到了不少厨具广告 挣了不少 矛盾的爆发是在舅舅领证后 舅舅终于找到机会领了结婚证 两人还打算去度音乐 自从表姐回来后 两人在家里待着也不自在 一直都没做夫妻之间的事 舅舅早就按捺不住了 表姐发现后 气得把家里的东西全砸了 舅舅一气之下 直接带着新旧妈去了酒店住 听说还是开了好几千块钱一晚上的 而这一去 舅舅再也没有回来 舅舅死了 死的时候 全身光溜溜的 听说是死于情绪过于激动 我接到电话 并不觉得意外 这段时间 表姐各种作死 一副生怕欺不死自己父亲的样子 再加上舅舅近日了这么多年 难免 表姐还在酒店的床头柜旁边 发现了一些药品 种种事 都在把舅舅推向死亡 看着舅舅的脸 我觉得很恍惚 上辈子 舅舅在我的照顾下 活了七年 现在却真是令人唏嘘 表姐却顾不得伤心 她甚至松了一口气 她找到人去舅妈家里闹 把舅舅死在她床上的事情 闹人尽皆知 我劝说了她好多次 顾及一下舅舅的脸面 她却丝毫不在乎 他人都死了 谁还在乎这些 再说了 要不是他 我现在也不用这么麻烦 我只是叹气 舅舅这人体面了一辈子 人死了 却闹了这么个笑话 还真是她的好闺女啊 最后那家人被闹得没办法 选择放弃遗产 表姐才总算放过了她呢 舅舅的头期还没有过 表姐的悲伤就消失了 她每天开心的不行 我实在忍不住说了几句 表姐 舅舅才刚死 你就没有一点伤心吗 舅舅真是白养你了 本来我还想分一点 舅舅留下的财产给你 现在看来不需要了 她冷漠地看着我 失笑道 你还在想天开呢 她转身进了房间 拿出一份文件 这是我巴列的遗嘱 她的遗产全部留给我了 我用得着你分给我 赶紧从我家里滚出去吧 她用一种小人得意的表情看着我 我故作生气 舅舅明明把遗产都留给我了 表姐像看傻子一样看着我 只有傻子才会信吧 财产不留给亲生的女儿 留给你这个外甥 你真是太天真了 你们骗了我 我握着拳头 发怒地看着她 上前想要去拉着她 房间门突然再次被推开 一个由头粉面的男人走了出来 你敢动手试试 男人一下挡在表姐面前 伸手揽上她的腰 姿势暧昧 舅舅的遗照就摆在客厅中间 看着两人调情 行 你们好样的 等着遭报应吧 我猛地关上大门 刚一出去 我的嘴角就压得住了 还一主呢 舅舅去世的事情 是我一手办理的 我在给舅舅办完相护后 就拿着死亡证明 和一赠抚养协议 去办理了遗产过户 表姐嫌处理后事麻烦 那几天跑出去躲清闲去了 她就等着我处理好一切事情后 再出来检线成的 想到上辈子的屈辱 我瞬间觉得神清气爽 表姐再次找到我的时候 是在我家门口 她表情扭曲 整个人看起来都有些疯癫 徐飞 把我家的财产还回来 她的身后依旧跟着那个油土粉面的男人 两人穿着光鲜亮丽 一看就是打扮精致 准备去取钱的样子 冲着我大喊大叫 还叫了一堆邻居来看热闹 还钱 你给我出来啊 都来看这个人 他骗自己亲舅舅的钱啊 周围的邻居都眼神怪异的看着他 没一个人帮他说话的 关于我照顾我舅舅的事情 我早就让整个小区的人都知道了 为的就是今天 见无人帮他说话 他想要冲进去家里 我干脆的关上防盗门 搬了把椅子坐在门口 可起瓜子 表姐被气得整个人都站不稳 他掏出手机 想要继续咬人 可是他已经出过多年 家里的这些人情往来早就断了 没人肯帮他出面 他咬咬牙 叫来了余震龙 余震龙是个要钱不要命的主 表姐许诺 只要他能把财产要回来 他就给他一百万 余震龙一听 立马就带着一群户回来了 一群人拿着砍刀 活脱脱就是一群黑社会 前面拿着刀 对着我家的大门 就是疯狂的砍 还有人往我家里拖有气 表姐双手环胸看着我 嘴角上扬 都给我使劲砸 钱不是个事 我妈在屋里再也做不下去了 她推开房门 走到了大门口 红着眼睛看着她 当初是不是你自己说要放弃财产的 表姐抿住嘴唇 不想承认 她确实不想照顾老人 但是钱她还是想要的呀 她又不是傻子 当初亲戚们都在 白纸黑字也写得很清楚 现在你又过来闹什么 这钱我们不会给你的 我妈也是气狠了 当初为了舅舅能结婚 她把自己嫁出去 给舅舅换了彩礼 这些年她也没计较什么 她就拿出电话打算报警 只是迟迟不见她拨出去 亲情 你和你爸玩这么一手 就顾及亲情了 你不报警 我也要报警了 刚才为了让事情闹得足够大 我忍耐力已经够久了 警察很快就过来 把闹事的全部抓了进去 表姐在警察局里 只高气昂地看得做笔录的人 她骗我爸财产 她不愿意多说 可我愿意呀 很快警察呢就知道了事情的全过程 这位同志 你们当初说好了 财产留给他 这就是你们做事不地道了 人家答应你帮忙养老 你们付出报酬是应该的 我不管 我可是美丽国人 她养我爸爸 我可以给她应得的报酬 她凭什么拿走我家全部财产 警察们眼中有一闪而过的嫌弃 他们最讨厌的就是这种人了 据我们了解 她和你爸签订的是一赠抚养协议 她也进了抚养义务 这钱是她应得的 表姐眸子闪烁 她当然知道 就是知道 她才会生气地去冒 她怎么也没想到 我会准备这个协议 她简直要烦死了 我不管什么协议不协议的 我是美丽国人 我应该想要有特权 否则我就闹到大使馆去 警察本来是好生好气地劝的 这下直接扔下笔 冷声道 那你去大使馆吧 不过现在大使馆可没空管你 不然人是我 他们道士的视频还有证人都在 于震龙等人 持刀闹事性质恶劣 可能要判刑 而我表姐他们也要拘留15天 在他们关进去的期间 我带着我爸妈搬了家 现在我们手上有钱 家里的那些亲戚 肯定会上门来借钱的 我可不想对这些人烦 而且于震龙钻石哥前眼里的人 他要是知道我家有钱 指不定怎么害我家 还有我那亲爱的表姐 这些钱他得在国外洗十几年盘子 才能挣回来吧 他怎么可能轻易放手 表姐从居留所出来的时候 我爸妈他们已经搬走了 我还没走 因为房子的事情还没处理完 他现在赖在房子里 怎么都不肯搬出去 他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这套房子的钱 他怎么也要拿到手 我也不着急 他可耗不过我 他现在没工作 而且听说美丽国人 也没什么存钱意识 他的钱花不了多久 很快 我挂出的房子就被人看中了 趁着他出去吃饭的功夫 我带人去看了房子 因为房子价格比市场价低了二十多万 当场就敲定了合同 过户完成之后 我又趁着他出去找朋友的功夫 砸了锁 还把他的东西全部扔了出去 让新房主换了新锁 等到表姐回家想要进门的时候 他才发现门打不开了 他试了好多次 连钥匙都插不进去 最后他找了人来开锁 只是门刚敲开 大门后面就走出来几个人 你干什么撬我家的门 这是我家 表姐疯了一样 想要冲到屋里去 可是买房子的那家人不是好惹的 当场就把他打了出去 这是我家新买的房子 赶紧滚 最后闹到警察那里 表姐又被拘留了 此后 表姐只要一出来就去闹 没办法 因为他找不到我 反反复复 闹事然后被抓 警察都对他没有耐心了 最后一次闹事的时候 房主狠狠打了一顿 他就再也不敢去了 听说他现在到处在亲戚群里 打听我的消息 但是没人搭理他 余震龙被他害得关进了牢里 他没去找他算账都算好的 最后他灰溜溜的跑回了美丽国 听说他走的时候 骗了不少同学的钱 几年后的某一天 我的微信小号上收到了一条的消息 他问我需不需要特殊服务 他有渠道 他还发了一些照片给我挑选 里面赫然就留表姐的照片 打开他的朋友圈 内容简直不忍指示 我流畅的点开他的头像 点击删除好友 表姐的事情我已经没兴趣了解了